chick क şir 獨áb 歡迎來到我的實驗室 今天實驗室的主題就是 奶雞 什麼是奶雞 就是真奶 加雞排 真奶跟雞排 它們就是絕配好不好 它們不可被分割 但你們都沒有想過 珍奶跟雞排 其實是可以混合在一起的嗎 我今天就要來試給大家看 哈哈哈哈 地瓜粉一包 雞胸一盒站有三大尺 算你兩顆米酒一小尺 無香粉適量 白胡椒粉適量 粉奶茶粉三包 不絕茶包兩包 牛奶200cc 蛋一顆白糖30克 高級面粉20克 第一步先切那個雞胸 我打算就是從這邊切橫刀 然後裡面塞珍珠 對 我自己會先從這個厚的這邊 切下去 如果你一開始從鍋這邊切 我跟你講你整個人就不用做了 像我現在就很怕失敗 那你現在希望很開心嗎 因為我剛才吃的 雞 外面的雞排很真耶 然後經紀人就叫我不要再吃了 慢慢喔慢慢來喔 你太快的話你不只會切到手 你的肉也會分離 就是稍微的就是這樣把它彈開 應該看過很多人做法吧 就是會把雞胸這樣切開 然後裡面塞起司之類的 但我們今天就是塞珍珠 可思義吧 我在家裡炸了好幾塊 你們知道嗎 我炸到我真的是 你知道我那天炸完我試吃喔 我吃完沒多久我肚子很痛耶 但等一下誰要吃 當然是你 外面買來雞胸比較大塊 你可以稍微把這邊敲薄一點 對 我覺得這邊有點厚耶 我微敲薄好不好 但是你也不要不要就是一下就把它敲得跟肉質一樣 就是你這樣就是不是吃雞排 要敲之前啊一定要鋪一個塑膠袋 我媽教我的 如果你沒有鋪塑膠袋的話 它的那個肉末會卡在這邊 我覺得蠻難洗的 而且你這樣就是 這樣直接敲的話 它的肉直接爛掉 然後它會噴著到處都是 欸我超怕我直接把它敲爛耶 我這一道還去問那個誰 有心願怎麼做 我原本不是用這個方法 我原本是買一個超大塊的雞胸 然後我就把它這樣夾起來 直接拿去炸 然後他就跟我說 白癡喔這樣大會失敗啊 他就這樣跟我講 然後莫名其沒有被他唸 傻眼 用好了我們現在來醃它了 我就用那種幫病人 家醫種 對對對 原本他們給我的想法是說什麼 用什麼牛奶還是奶茶去醃 但我覺得如果你要結合傳統的雞排 就是最傳統的味道 當然就是還是用最傳統的方式來醃啦 對你才有那種又鹹又甜的感覺對不對 就是基本的啦 醬油米酒胡椒粉啊 五香粉這些 再來就是蒜末 鹹度你們自己控制吧 我剛才看到醬油其實蠻多的鹽巴 鹽巴其實你們就自己斟酌吧 通常至少要醃半小時啊 又有人會醃一個晚上 裡面也稍微讓他有用到一點 OK 保鮮膜封起來就可以送進冰箱 你當我翻譯一舉囉是不是 我不會 好的那我們現在來煮珍珠吧 好也是粉圓啦 欸這是紅色有點粉紅色喔 是那個工作人員那邊買的 說什麼很像是加紅麴色素吧 粉圓跟水是1比6或1比8都可以 同一個方向這樣一直攪一直攪 然後讓他全部浮起來的時候 關中小火煮20到30分鐘 我跟你講煮珍珠真的很麻煩啊 就我朋友之前在飲料店打工 他們都說煮珍珠超麻煩 你要睡著嗎 我快睡著了嗎 我看起來快睡著了嗎 拿那個雞排先拿給我 現在全部都浮起來了 稍微中小火 然後 欸這是 什麼size怪怪的 是要我怎樣 煮大概20到30分鐘 之後還要再燜 也是大概30分鐘這樣 然後糖要等全部煮都在加喔 就是不要擠 但其實煮珍珠很麻煩 因為幾乎要耗時一小時 幾乎一小時誰等得下去 所以我剛才也是請工作人員 直接幫我買一杯現成的好不好 我們就是這樣開口裡面塞珍珠 珍珠看你要買大顆小顆都可以啦 他們一直以為我買小顆是有特別原因的 但沒有就是因為純粹個人愛吃 有點拿太多齁 我們做人不要太貪心 不然你會發生遺憾的事情 這樣看起來好像什麼福壽羅的圓喔 這個料理應該是創下本人的巔峰了 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荒唐的料理 倒個地瓜粉 有些人會用粉漿 但是我個人喜歡乾粉 然後我就是還準備了奶茶粉 笑得有點心虛 因為我覺得這個步驟也是蠻荒唐的 我自己會 我自己想就是 我覺得在麵粉裡面再加一個 有味道的奶茶粉 可不可以讓它更奶茶一點 對 所以就是直接讓大家去吧 乍看之下有覺得很荒唐嗎 最高品質啊 就大家都是這樣精悄悄 唉唷 給我爆出來了喔 趕快急救一下 欸我蠻小的 先裹粉之後 然後等它稍微反潮 大概等個十分鐘這樣 如果你直接放油鍋 就是直接粉 就是直接散開好不好 完全沒有粉 那等待反潮的同時 我們可以先來煮那個奶茶醬 煮的時候就是不要開太大火 然後放入那個茶包 蛋 糖 麵粉混合 希望這一次不要再把蛋殼用進去吧 哈囉 這到底有什麼值得好驕傲 我不懂 然後糖放下去 小冠軍之後 加入麵粉 啊記得果汁 不然你會結塊 結塊我就不了你了 好不好 蛋糊的概念 我們可以把那個茶包拿起來了 然後直接丟進去 好 然後下一步齁 放涼 放涼 A few minutes later 這是剛才放涼的奶茶 倒下去跟剛才那個蛋黃糊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到那個鍋子煮 也是不要太大 把它倒進來 而且也要一直攪 因為它下面也會丟墊啊 好大概煮到這種潮度 就差不多可以了 下油鍋之前就是我們已經反炒好了 那我剛剛還有再稍微裹一點粉下去 然後油溫大概160到170 脫粉 要脫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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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緊張 中小火就好了 不然會外焦內生 我真的以為是炸東西 然後就噴到我的臉耶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真的不能噴臉耶 我靠 對 謝謝大家 我現在試吃時間 欸它一直在爆啦 有熟啦喔 我要吃這個珍珠比較多一點的 還要沾這個奶茶醬 這樣 好 好我吃 就是吃了你會覺得那個資訊量有點太大 吃起來是有味道是有但是跟那個的感覺不太一樣 我覺得它吃起來就是鮮鮮甜甜 它除了外面很酥脆 然後還有肉的軟嫩 然後它那個珍珠 我真的覺得又多了一個新的口感 加這個奶茶醬 而且我剛才砂糖其實放滿多的 畢竟你知道喝奶茶就是要全燙 所以我砂糖故意放很多 可是本人我還是覺得 一杯珍奶和一塊雞排這樣分開吃 可能還是對我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對 我會難吃就是 你知道就是很奇妙 你知道我真的是 我真的從來沒有吃過這種東西耶 大家看到應該會覺得 欸這到底是什麼 但如果你想要一次擁有就是 吃雞排和喝珍奶的那種快感 還有那種美好 拜託這道一定要試試看 真的是非常神奇啊 對 我希望可以看到有粉絲跟上我的腳步 這個 我真的走在時尚的尖端 沒有人能跟得上我 好 就這樣 大家拜拜 我要再吃一口嗎 我真的犧牲蠻大 我看這塊有切吧 在這裡啊 找不到開口 傻眼 做料理之前都會去拜拜一下 拜託我今天 要熟 很微笑的願望 這是什麼茶包 我開多絕嗎 因為其實不管哪一種都可以這樣 看你們喜歡喝哪一種紅茶 我自己喜歡喝伯爵茶 好喔 喔好喔 好喔 好喔 切開之後呢 切開之後你就會發現 欸你得到了兩塊雞肉 兩塊雞肉它的珍珠就會這樣流下來 欸這到底是什麼啊 我到底花了什麼 真奶雞排 喔真奶 珍珠鍋飯 珍珠 牛奶奶精 我都要 欸 雞排要切不切 不切 雞排不要忘記了 新冠疫情肆虐 你也跟我一樣嗎 都忘了有多久沒有好好嗨一下了 東東三三好朋友生活節來啦 五月八日在板橋新北市民廣場 抓起好朋友的手 一起來嗨翻天 就是你的好朋友 一起來一場輕鬆的城市為旅行吧 包含九一 高爾瑄 高五人 小黃旗 李嘉薇 草推英娜 還有年輕人最愛的 聖靈之王歌手培安 與料理之王民主示範 超強的卡司演出 最潮最好玩的平凡市集 還能一讀Podcast主持人風采 都在五月八日 東東三三好朋友生活節 五月八日新北市民廣場 我們不見不散喔